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本栏目由北方的面好 金麦郎谈面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将于9月23号开幕 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亚运转播报道和主转播机构服务工作 已经准备就绪 本届亚运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共派出4500多人赴杭州开展转播报道 和主转播机构服务工作 这是总台历史首次承担 亚运会主转播机构服务工作 将以全4K标准 向全球提供国际公用信号和相关媒体服务 同时还将以全球领先的8K技术 制作开闭幕式田径等项目公用信号 赛事期间 总台将联合多家亚洲媒体 以68个鱼种和全媒体传播优势 向全球受众转播报道本届亚运会 全方位呈现一届 具有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分成的体育文化盛会 日前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 欧盟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发展委员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中外交流小识者征集 暨展示活动在今启动 活动通过海外出访展演等一系列活动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青年人的生力军作用 6月2号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书法大会 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 节目以中国书法发展源流为主线 聚焦中国书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运用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和最新科技手段 全景是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 和远远流长的汉字发展史 让受众沉浸时感受书法艺术之美 节目播出后破圈传播 累计触达受众5.72亿人次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中国书法大会的创作幕后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 合作推出的大型书法文化类节目 中国书法大会采用演员演绎 说有答题和联谋 专家讲解相结合的方式 介绍在书法历史上的明天佳作 融入音乐古老等多种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 将书法作品的精细微妙处一一展现 引发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踊跃才艺 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受众的一致好评 多期节目创收视新高 年轻观众占比更是高达37.94% 实现了拓圈传播 中国的文脉是靠汉字 靠书法记载下来的 所以它是基石 更是一种中国精神的体现 这次书法大会是一非常好的奇迹 它全方位的更加普及的 以电视的形式来呈现的书法传播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 我觉得中国书法大会是一个把小众变成大众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恰恰这个相对小众的艺术 又代表着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和文化传承 把这个小众和大众结合在一起 把骨和金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贡献 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书法 承担了寄言录史的文化使命 节目立项之初 主创团队深入调研 拜访多位文化大家和专业学者 最终确定了经典赏读加互动答题 加现场书写节目形态 邀请国内著名书法家与文化学者 从作品内容 历史背景 艺术性等维度 深入浅出的解读 普及书法知识 让博大精深的传统书法艺术走入普通大众 我们后来就选用一个大开大合的一种方式 就是聚焦在精气神 这是今天能够这个节目 在广大观众心目中 能够引起共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跟我们今天的人心意相同 所以说书法艺术 其实最重要的不仅是传递一种美 它更重要的是 能给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 在与专家组确定了第一季的18组作品后 导演组面临的真正难题来了 如果创作者自己都看不懂书法作品 怎么可能做出让观众看懂的节目呢 在总导演王珊的带领下 创作团队聘请专家学者 对全组人员进行书法时的讲学 并通过不断时间练习 来真正理解欣赏书法的精妙之处 一起买帖 看帖 写字 就是不管你写得多么差 最起码要去感受 好比的软头在纸上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和行进过程 之后呢 我们还请了书协的专家 一起跟我们搞座谈 专门讲我们去如何欣赏 如何看它的门道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番一番一番地学习 总裁是说满屏皆精品 但精品的背后真的是需要我们专业的电视人 然后拿出专业的精神来 才能去制造精品 这个也是对我们提出的满屏皆精品的要求 第一季的十八组作品 涵盖传 立 楷 行 草 五种书体 在对每一种书体的视觉呈现方式上 主传人员都是脚尽脑汁 李白义旧游诗卷出自北宋黄亭坚之首 内容为李白的诗作 义旧游记乔俊云参军部分 当年黄亭坚正处于人生落寞处 借草书语擅长武剑的李白神骄 长撇大纳 极具力量感和节奏感 我们认为其实它是在处于一个 人生的萧瑟处低谷时 但是我总会隐隐地感觉 里边也有它的青春薄发 它心里边的那种难以抑制的喷波荡漾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和武术 它的那种节奏感 剑的节奏感 知情与言的这种潇洒鼓荡 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即时废话 顺流 回转 行云流水 一气贯重 《闻庭集叙》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全文324字 看起来很然 写起来很难 于是总导演王山大胆创新 打破时空界限 让不同朝代的人与黄熙之隔空对话 现场书游每人临写一部分 共同组成蓝亭集叙 并用AR技术进行活化拼合 最终实现了中国书法大会版蓝亭集叙 就算这个笔离开了纸 但是它这个气韵还是会这样下来 会去拍到这样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这样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说 哇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经典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字 还是会觉得很美 有网友说 中国书法大会不仅改变了单一的 以展览为主要方式的书法生态 提升了书法家的文化形象 同时也打破了专业隔阂 填补了审美盲区 让一度泛滥的江湖丑书顿于无形 这个节目如果观众看了之后 能够自己分辨美丑 知道什么字是好的 什么字是就是故弄玄虚的 或者是丑的 它好 然后进一步就知道它好在哪 然后自己再能提起笔 写几笔 这个其实就非常好了 为了提升大众参与度 中国书法大会 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被选了多名书友参与节目 来自洪北神农家的村医汪奎 自幼背诵苏世的诗词 喜欢大山里的静怒 不求闻达 但不损心 她的话呢是在一个 相对于来说 比较隔绝外界的 这么一个小村庄里 只有700个人 然后她呢就通过练书法 来排解自己内心的一种寂寞 包括她会教当地的村民 去练书法 然后提高当地村民 对于书法的这个认识 这个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提起比较喜欢写字 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一种独有的时尚 它是一种内心的表达 它是离你最近 又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当你拿起笔 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所以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它也是一种 抚慰人情的力量 中国书法大会被业内称赞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的 匠心之作 第二季 节目组在内容选取 知识拓展和融合传播方面 将继续深耕精作 同时走进书法历史 名城名镇 在壮美山河和人文历史的场景中 展现中国书法的丰富蕴含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